过顾人装 今天又要被试了 这次要背40个字的过顾人装 我讨厌被试 背了又没有用 我又不是试人 每次死记 头脑都爆炸了 你这大胆妖途 竟然批评我的诗 你是谁 我是孟浩然 读一首诗 要知道里面字的含义 每一首诗都含有诗人的感情 顾人装基础 邀我治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菇外侠 开盐面长谱 把酒画桑麻 带到重阳日 还来救菊花 原来是这样啊 我原本还以为是固人剧基础 真的吗 另外 古典文学 也是诗人和读者的步道 也可以让现代人了解到古人生活 嗨小金 十年没劲了吧 过得还好吗 哇 是小华 我来准备饭菜给你吃 好呀 我也一起帮忙 我现在的心情 应该和孟浩然演员一样吧 要背好诗 一定要读懂诗的含义 古典文学 是古代人和现代人沟通的桥梁 在生活中 也可以体认到诗中的情感 赶快拿出古典文学的书籍 梦浩然爷爷在里头等着你 一起进入古典文学的世界吧